阿伯我来了 哈啰哈啰 大家好 我是 B.A.Y.阿伯 欢迎回到阿伯的 手游频道 没有错 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款 全新上线的 SLG游戏 那大家呢可以看到这个 画质呢非常的棒 质感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待会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如何在开局的时候快速上手 那阿伯呢所在的伺服器啊 是在178V 大家呢可以在下方的完整资讯栏下载 来跟阿伯一起玩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 首款的真实动物世界的SLG啊 曾经是打造专属的动物王国 玩起来很舒压 然后在下方的完整资讯栏 也有这个最新的序号 这个序号直接送100抽啊 等下我们差不多解到第3章 就可以去输入这个序号了 那一开始呢我们最主要就是优先的去 升级我们的组成 要先存3000钻 大家钻石先不要乱花 他前面有送一个礼包 你花3000钻去买那个礼包 之后三天你又可以领回那3000钻 还可以领到额外的资源 除了那个3000钻 还有2万钻 一样就是你花2万钻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 买一个礼包 那三天后他就还你这2万钻 那一开始我们就先跟着这个主线走 我们的狐猴结主线的时候也可以拿去升级啊 这个狐猴就是我们的触列队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兵也可以一直升 所以我们就是边结主线 那我们的这个左上角的触列队呢 也不要停 要换伺服器的话就是点这里 然后点设置 角色管理 这边就可以进行换这个伺服器了 然后像这边 有东西可以建造的时候也可以赶快建造 因为他们提升的这个资源速度呢 是还蛮不错的 那有时候他会说这个群落数量要需要290 那主要就是要去升我们的这个幼宰棲息地 那这边进食区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蔬果还有草放进来 他们才能够去高效率的运作 像这个独刺荆棘前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升级领地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获得到很多的功能解锁 我们看一下 升到五级需要什么 僵果采集式 还有幼宰棲息地式 先让他们去盖 然后我们就继续解这个主线的进度 那钻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 要先存到2万钻 然后去买两个礼包之外 那其余的话呢 我是推荐他去升VIP 第三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输入序号 BEAST777 可以获得到100抽 还有很多的资源 然后升兵的地方 野兽聚集地 也可以优先的把它升到五级 因为他升到五级之后呢 你升兵就可以升出比较高等的兵 然后召集的时间呢也比较长 就变成说你不用一直过来看 效益会比较好 召集100次 来了 那抽到这些绿色啊 蓝色的这个动物呢 也是很有用的 兔孙 哇他这个造型好帅喔 很理真耶 黄猴雕 都是可爱动物 玩起来很舒压 这个刺蝟好可爱喔 他这个很写实耶 诶这些动物都会叫喔 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耶 不知道有没有树兰耶 呵呵呵 这是野兽召集地 另外一个兵营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主宝 要再升到下一个阶级 需要升级什么 曹彩级第五级 跟幼仔七级第五级 最优先要去提升我们的主宝 战力已经来到六千了 存放地超级重要 存放地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资源的存放上限 那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去开一些资源 它是超过你存放上限的 那就会消失不见喔 好 我们的领祖来到六级了 赶快再进到七级 地下拳跟幼仔七级地 优先升级 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领祖等级提升 就解锁越来越多的这个功能 然后钻石有很多是要到包包里面开的 然后之后可以用这个领地布局啊 它会帮你整理 就是把这个一样的建筑物 整理在一起 很方便 我很常用 我领元抢购出来了 就这个 这边你看 你花三千赚去买 它这边还你三千赚 每天还 每天还 有没有 这个第三天还五百 第四天还一千 然后第五天再还一千五 加起来就还三千赚 所以才说 要优先地囤这个三千赚 千万不要把钻石乱花掉 好不好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主宝八级了 我们的进化骏虫要赶快升级 因为它升到这个四级的时候 有增加15%的进化速度 赶快升上去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一个叫做 授群行动的活动 那么在这活动当中 它的这个档次蛮快的 只要达到一定积分 都可以去获得到很大量的资源 这个很重要 那点右上角就可以看到说 下一个活动 会在这个几点开始 礼拜五礼拜六 它每一档活动都只有一个小时 就可以好好的冲积分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获取蜂蜜 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去打这个 野生兽群 这个野生兽群给的资源超香的 好 我们现在呢 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礼包的部分 礼包蛮推荐要来刻这个 光照合约 这个礼包 每天都可以领到 大量的这个奖励 那可以自己选 看要领什么样的组合 大部分通常都是选这个加速 这个礼包买下去之后 你可以盖这个香蕉树啊 那可以提升10%的建设的速度啊 那升级到满可以达到22% 我现在建造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16.5%了 不过再往上升需要到的这个消耗的资源已经太多了 所以我暂时没有先再往上提升了 而且还不止这个香蕉树群 还有很多 像是光合作用 可以去盖一个井 会有这个深层地下水 除了建筑物很漂亮之外 它还可以让我们就是 每小时可以获得到64k的一个水资源的获取啊 也蛮多的 然后这边也还有一包是不错啦 这次算是开局的时候可以课 全面发展争议的补给 那它这个也是可以获得到这个建造速度加10% 还有这个进化速度加10% 可以更快速的成长 然后呢 只要在创号前14天 只要除值任意金额就可以获得到这个金色的长颈鹿 然后呢 我们在创号的7天内 除值任意金额 都可以去获得到这个额外的奖励 你只要除值33块也都是可以啊 然后呢 第5天还可以获得到这个限定的装扮 默契搭档的碎片 启动 还可以增加全野兽攻击0.5% 那我们呢 只要在这个活动期间内 累积召唤达120次 你就可以去获得到一个金色的 猎豹 这只非常的好用啊 远程啊 通常 比较缺的都是缺这个远程的宠物 那一般的我们那开服第二天就会送你一个近战的 所以我们有近战 然后缺远程的 远程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中后排 看一下它的技能 它可以直接攻击敌方最后排的小队 敌方最后排小队的这个防御率都是最低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集的直播就到这里 那大家呢 记得如果要来玩野兽领主新世界的话呢 来178伏找阿贝 加入阿贝的联盟 跟阿贝一起奋战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好